林俊杰和黑币田富珍两个人关系好 早就不是什么新鲜事 最近关于两个人隔空是爱的消息更是沸沸扬扬 眼看着林俊杰的巡回演唱会就要举行了 还不趁这个时候赶紧向田富珍表达一下心意吗 可这个问题林俊杰显然没有想过 编导这么一问 林俊杰只好搬出朋友两个字应急啦 这个关于这块我可能 没办法就是有一个很顾忌的之前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朋友 然后一直都是算会互相鼓励的朋友 也没有给自己目标或想太多